三十八章 诺之应 则攘币而扔之 故失道而厚德 失德而厚仁 失人而厚义 失意而厚礼 福礼者 忠信之伯 而乱之手 前使者 道之华 而鱼之始 是以大丈夫储其后 不居其伯 储其时 不居其华 故去彼取此 三十九章 悉之得一者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宁 神得一以灵 古得一以迎 万物得一以生 猴王得一 以为天下正 其智之也 天无以清 将恐烈 地无以宁 将恐废 神无以灵 将恐蝎 古无以迎 将恐结 万物无以生 将恐灭 猴互 猴王无以正 将恐绝 故跪以剑为本 高以下为基 是以猴王自称 孤 寡 不古 此非以剑为本邪 非乎 故智欲无欲 事故不欲 碌碌碌如玉 碌碌如石 四十章 凡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四十一章 上世闻道 上世闻道 勤而行之 中世闻道 若存若亡 下世闻道 大笑之 不笑 不足以为道 故见言有之 明道若媚 进道若退 一道若累 上德若古 广德若不足 见德若偷 至真若愚 大方无余 大气晚成 大阴西生 大象无形 道隐无名 福为道 善待且成 四十二章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复阴而抱羊 充气已为何 人之所物 为孤 寡 不古 而王公已为称 故物或损之而易 或亦之而损 人之所教 我亦教之 强良者不得其死 无将已为教父 四十三章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 耻诚天下之至坚 无有入无见 无事已知无为之有意 不言之不言之 不言之调 不言之调 无为之调 天下西极之 四十四章 明与身孰亲 身与祸 孰多 得与王孰病 慎爱必大费 多藏必厚王 故知足不辱 知指不代 隔以长久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 其用不必 大盈若冲 其用不穷 大直若趋 大巧若拙 大便若那 造圣寒 净盛热 清净 为天下正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 却走马已愤 天下无道 荣马生于骄 或莫大于不知足 就莫大于欲得 故知足之足 常足矣 四十七章 不出户 知天下 不亏有 见天道 其出迷远 其知迷少 是以圣人 不行而知 不见而明 不为而成 四十八章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 取天下 常以无事 及其有事 不足以取天下 四十九章 圣人 圣人常无心 以百姓心为心 善者 无善之 不善者 无益善之 得善 信者 无信之 不信者 无益信之 得信 圣人在天下 息息烟 为天下 魂其心 百姓 皆住 其耳目 圣人皆 孩之 五十章 出生入死 生之徒 始有三 死之徒 始有三 人之生 动之于死地 一时有三 福何故 以其生生之后 盖闻善设生者 路行不遇似虎 入君不披甲兵 似无所投其脚 虎无所用其爪 兵无所容其刃 福何故 以其无死地 五十一章 道生之 得序之 物行之 事成之 是以万物 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 得之贵 福莫之命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 得序之 长之 欲之 停之 读之 养之 富之 生而不有 为而不是 长而不载 是为玄德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 以为天下母 既得其母 以之其子 既知其子 富守其母 莫生不待 色其对 闭其门 终身不勤 开其对 祭其事 终身不救 剑小约明 手柔约强 用其光 富归其名 无疑身央 视为席长 五十三章 使我戒然有之 行于大道 唯夷世卫 大道甚夷 而人好敬 朝甚除 田甚无 苍甚须 福文彩 戴笠剑 燕饮食 才获有余 世卫道夸 非道也哉 五十四章 善见者不拔 善报者不脱 子孙已祭祀不措 修之于身 其得乃真 修之于家 其得乃于 修之于香 其得乃长 修之于邦 其得乃风 修之于天下 其得乃谱 故以身观身 以家观家 以相观乡 以邦观邦 以天下观天下 无何以之天下 之然灾 以此 五十五章 寒得之后 彼于赤子 风采毁蛇不适 绝鸟猛兽不薄 古若金柔 而卧固 为之聘母之河 而追坐 经之志也 经之志也 终日豪而不煞 何之志也 知何曰长 知常曰明 一生曰祥 心始气曰强 物状则老 为之不道 不道早已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色其对 闭其门 错其锐 解其分 合其光 同其尘 世卫玄同 故不可得而亲 不可得而疏 不可得而立 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跪 不可得而见 故为天下跪 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 以其用兵 以无事取天下 无何以知其燃灾 以此 天下多忌讳 而民迷贫 人多利器 国家资婚 人多技巧 其物资起 法令资章 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 我无为 而民自化 我耗敬 而民自正 我无事 而民自负 我无欲 而民自谱 五十八章 其正闷闷 其民纯纯 其正茶茶 其民缺缺 或兮 福之所以 福兮 或之所福 熟知其疾 其无正也 正父为其 善父为妖 人之谜 其日故久 是以圣人 方而不割 怜而不贵 职而不赐 光而不要 五十九章 智人是天 莫若瑟 福为瑟 是为早福 早福 为之重积德 重积德 则无不克 无不克 则莫知其疾 莫知其疾 可以有国 有国之母 可以长久 是为身根 故底 长生 九世之道 六十章 智大国 若烹 小仙 以道立天下 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伤人 非其神不伤人 圣人 亦不伤人 福两不相伤 故得交归焉 六十一章 大邦者下流 天下之聘 天下之交也 聘常以敬圣母 以敬为下 故大邦 以下小邦 则取小邦 小邦 以下大邦 则取大邦 故或下以取 或下而取 大邦 不过欲 奸续人 小邦 不过欲 入世人 夫两者 各得所欲 大者 宜为下 六十二章 道者 万物之傲 善人之宝 不善人之所宝 美言可以侍 尊行可以佳人 人之不善 何弃之有 故立天子 至三公 虽有拱臂 以先四马 不如坐尽此道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 不曰 求以德 有罪 有罪以免耶 故唯天下贵 六十三章 唯无为 事无事 谓无谓 大小多少 抱怨已得 图难于其意 唯大于其细 天下难事 必做于义 必做于义 天下大事 必做于义 是以圣人 忠不为大 故能成其大 福清诺 必寡信 多亿 必多难 是以圣人 由难之 故终无难以 六十四章 其安亦持 其未照亦谋 其翠盼 其翠盼 其为亦散 为之于未有 至之于未乱 何报之木 生于豪末 九层之台 起于雷土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为者拜之 职者施之 是以圣人 无为 故无拜 无执 故无师 民之从事 常于积成 而拜之 慎中如始 则无拜事 是以圣人 欲不欲 不贵难得之祸 学不学 负众人之所过 以辅万物之自然 而不敢为 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 非以明明 将以余之 民之难治 以其治多 故以治治国 国之贼 不以治治国 国之福 知此两者 亦积世 常知积世 世卫玄德 玄德身以 原以 与物凡以 然后乃至大顺 六十六章 江海 所以能为 白骨王者 以其善下之 故能为 白骨王 是以圣人 欲上民 必以言下之 欲先民 必以身后之 是以圣人 储上而民 不重 储前而民 不害 是以天下 乐推而不厌 以其不争 故天下 莫能与之争 六十七章 天下皆为我 道大 四不孝 福为大 故四不孝 若孝 久以其系也 福 我有三宝 持而保之 一曰慈 二曰简 三曰不敢 为天下先 慈故能勇 简故能广 不敢 为天下先 故能成气 长 今舍慈且勇 舍俭且广 舍厚且先 死已 福慈 以战则胜 以守则固 天将就之 以慈为之 六十八章 善为士者 不武 善战者 不怒 善胜敌者 不语 善用人者 为之下 是为不争之德 是为用人之力 是为佩天 故之极也 六十九章 用兵有监 用兵有盐 无不敢为主 而为客 不敢尽寸 而退耻 是为行无行 让无弊 扔无敌 执无兵 祸莫大于轻敌 轻敌 积丧无宝 故抗兵相弱 哀者 圣已 七十章 无言 圣意之 圣意行 天下 莫能之 莫能行 言有宗 事有君 福 为无之 事已 不我之 知我者 息 则我者贵 是以圣人 批贺 而怀育 七十一章 知不知 尚已 不知之 病也 圣人不病 以其病病 福为病病 是已不病 七十二章 民不畏微 则大微智 无暇其所居 无厌其所生 福为不厌 是已不厌 是已圣人 自知 不自现 自爱 不自贵 故去彼 取此 七十三章 勇于敢 则杀 勇于不敢 则活 此两者 获利 获害 天之所悟 熟知其故 是已圣人 由难知 天之道 不争而善胜 不言而善应 不照而自来 不照而自来 福带 福带厮杀者杀 是为带大将拙 福带大将拙者 稀有不伤其手矣 七十五章 民之鸡 以其上十岁之多 是已鸡 民之难治 以其上之有为 是已难治 民之轻死 以其上求生之后 是已轻死 福为无以生畏者 是贤于贵生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 其死也坚强 草木之生也柔脆 其死也枯稿 故坚强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 是已冰强则灭 木强则折 强大处下 柔弱处上 七十七章 天之道 其由张公于 高者易之 下者举之 有余者损之 不足者捕之 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 则不然 损不足 以奉有余 孰能有余 以奉天下 唯有道者 是已圣人 为而不是 功成而不处 其不欲献贤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功坚强者 莫知能胜 以其无以益之 弱之圣强 柔之圣刚 天下莫不知 莫能行 是已圣人 是以圣人云 受国之构 是为设计主 受国不祥 是为天下王 正言若反 七十九章 何大愿 必有余愿 报愿以德 安可以为善 是以圣人之左弃 而不择于人 有德思弃 无德思彻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八十章 小国寡民 使有食博之气 而不用 使民重死 而不远喜 虽有周瑜 无所成之 虽有甲兵 无所沉之 使民富节省 而用之 甘其时 美其福 安其居 乐其俗 邻国相望 鸡犬之声相闻 民治老死 不相往来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善者不辩 辩者不善 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 圣人不羁 既以为人 己欲有 既以与人 己欲多 天之道 利而不害 圣人之道 为而不争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